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作当妃 当妃 就是当妃 就难道不是经佛念诸佛言 就当妃经佛念诸佛言 这句话你听起来就好像比较绕 刚刚已经懂得道理 你在这一念之中要是明白一切 那这一念就是最庄严 那现在就是 现在的佛一切 现在的一切大觉性体 那就是远距一切根本过去未来 所以一切诸佛的根本的智德 那叫念诸佛言 他远距一切过去未来 他当然这个过去未来 当下他就是什么 他包含一切法 他包含一切法 所以当妃经佛念诸佛言 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在阿难眼睛看世尊 我讲到在世尊体上 你念之间都是过去 现在未来诸佛念念相念 他都是念念之间远念一切诸佛 为什么 因为大觉心体从来不离开根本大觉 他一定远念诸佛 那这句话是谁问的 阿难 因为站在阿难体上 站在行者体上 站在逝者体上 站在我们的行者 念念之间 参如是大觉心体体上 在我们每天感觉到 圣人作用上面 所以你能够感觉到 圣人每一个念头当下 都是去来现在 种种圣意彼此 互相在呼召互相相念 可是你又再看到 现在的种种感觉 这个圣意上面 你就感觉到这个圣意又是什么 念念之间在圆念过去 你为什么会感觉 感到这个圣性的种种的作用 是因为你站在角度是逝者 是行者 那既然是行者 那为什么经文 要把这句话列出来的意思是什么 所以他告诉你一个体 前面已经告诉你 世尊诸根岳语 耳时世尊诸根岳语 子舍亲近 这是讲到体 那讲到 昨天不得讲过吗 讲到体时你就要遮到他的拔击相 阶影相 阶影相中 你知道那个体是根本 你念念之间在那个体上参 叫行者 因为你站在体上参 所以你就有阶影 阶影就是什么 他在其间能够开发种种智慧 他在其间能够采扬 能够发掘种种妙形 他在中间能够启程种种问 就有点类似华阴经总讲云心 对吧 云心啊 就叫云 云心 这两千丑就问答 齐称问答 绝体天天如世界 大众人静体天天如世界 天天如世界过来 过来现在 佛佛相念 天天诸佛 在圆练诸佛 可是一个行者 当你真正能够体会到 大绝心体的这种越狱 这种根本心中能对线 能够现出世间庄严处 你站在行者的心态上 你会看到 绝心之中 就好像看到静体 你能够体会 过去未来 所有的一切体相容中 它随时在焦光 叫念念相念 可是就在现在的这个镜子照射 现在的表现里面 你就感觉现在的这个作用上面 它在原念过去 体相用 一切尽信 这一句话就告诉你 阿难在行者之中 他一定能够启发的作用 也就是告诉你 在这个大具体上 你要是真正如法去面对时 他内心之中 一定能长养的接引 一定能长养的归家 接引相 所以这里面 也就是净土经中最深的心法 你念你之间 就在这一问一答之中 他在没有问 这里面没有问 这里面就讲到诸佛的种种庄严 再来讲到问时 你就可以看到 在这个体中 到了用上来讲 到了拔击上来讲 在体 你明白体时 在明白一个行者发心时 这个中间自然所形成的 一切智慧的贯穿 一个行者的接引 一个摄凡中的种种 心境中的掌扬 就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